今天3月12号是植树节 全台各地都有相关的植树活动 从教育观点来看 植树更有深层意涵 因为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在花莲 慈济科技大学 以及慈大附中国小部 响应植树护地球行动 全校师生一起种下树苗 他们说地球已经光秃秃 多种一棵树来保护地球 而一株树苗对孩子而言 也是一堂生命课程 种树这一天虽然下着微微小雨 一点也不减慈济科技大学 老师和学生参与植树活动的热情 植树的目的就是 因为现在地球就都凸了 所以就是希望多种一些树 然后保护这个地球 然后不让它在土壤流失化 在校长的带领下 师生分工合作 种下梅树 红梨树等植物苗 期待也能为校园绿化 贡献一分力 要有阳光 然后还有要浇水 认真学习照顾植物 慈大附中国小部的孩子 在老师的引导下 小心翼翼把扁薄幼苗 移植到花盆里 这个节日的目的就是为了希望可以让地球的空气更好 植树它除了爱护地球之外 也是生命教育 那每一个小朋友亲自种下一棵树 就像那个辅育一棵幼苗一样 让小朋友也知道说 父母照顾小朋友的辛苦 不论是小学生或是大学生 身体力行植树爱地球 也能明白环境保护的重要 大新闻珍珊美志工 黄素珍张阳川花莲报导 黄素珍珊美志工